2023年将成为四代女子组合的一年 那么爱豆界只有四代才能兴起吗 显然不是 二代偶像依然很诱人气 三代也在活动中 以4minute出名的所属公司CUBE娱乐 以第三代女子组合让Ghetto在2018年出道 通过Produce 101被大家所熟知的全招岩 作为组合成员加入 Ghetto作为代表CUBE的女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获得超高人气后 一路上升的过程中 发生了组合成员穗珍的校园暴力事件 此后经历活动中断 2021年8月成员穗珍退出 Ghetto再次获得了活动机会 于3月14日发行的正规一级INVR-DIE 在此过程中 有很多传言表示 Ghetto是不是因为穗珍解散了 活动被无限期推迟 但从专辑题目中可以看出 Ghetto并没有死 而是堂堂正正地站在了舞台上 这是自2021年1月后 时隔一年发行的专辑 期间四代女子组合I.S.Bang Stake等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CUBE为了以防万一 还出击了后备组合Light Sun 因为是时隔很久的回归 再加上有话题 歌曲音源排名渐渐提高 开始获得人气 最终在M Countdown中获得了一位 时隔一年回归应该很辛苦 但在粉丝们的大力支持下 猪大哥Tomboy获得了一位 应该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YouTube上找Tomboy的话 只拍视频已经超过100万次 MV的点击率也超过了4000万 Ghetto就像照片里看到的一样 包括退出成员在内共有6人 现在是5人女子组合 因为是在2018年出道的 所以从世代来看相当于第三代 正如上面所说 Ghetto作为CUB娱乐的代表女子组合 从出道开始就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并不断成长 因为组合的名字是让Ghetto 所以更令人印象深刻 该组合是跨国女子组合 由韩国、泰国、中国成员组成 即使是外国成员 韩语实力也相当强 因此活动或出演节目 没有太大困难 Ghetto在出道初期获得人气 也是因为BLIB等粉丝沟通渠道活跃 并不是因为韩语生疏而不出演 而是因为不足而想用韩语和粉丝们沟通 这是她们获得人气的秘诀 从左边开始是成员美颜 Mini、招言 美颜和招言是韩国成员 Mini是泰国人 玉琪和舒华是中国人 每个女团都有外貌被提及的成员 也有实力被提及的成员 但是在让Ghetto中 如果有外貌被提及的成员 当然会说到美颜 所谓的视觉成员就是这样 兼具歌手和演员双重身份 泰国成员Mini是曼谷出身 和招言一起担任主唱 亦除了组合活动之外 还通过各种节目被大家所熟知 希望能和Blackpink的Lisa一样 成为为数不多的泰国出身的知名偶像 组合队长兼制作人 舞蹈、唱歌等多方面 才华横溢的实力派成员就是招言 作为Produce 101和Unpretty Star3的成员 虽然是女子组合 但是拥有相当的实力 从评论中可以看到Gato是招言的Hard Carrie几乎是迎领者 因为她很有才能 而且还是队长 舒华和雨琪是中国成员 同位22岁 通过粉丝频道散发可爱魅力的角色 两人都是副主唱 雨琪在作曲方面也有才能 所以和招言一起参与了作曲 近日韩媒公开了 韩流历代爱豆的大哥 一位数量总榜 Gato以50个亿位高居榜单的第19位 这也是五代团的最高排名 包括男团 大家可能难以置信 Gato出道后发布的九首主打歌 全部拿到了打歌一位 而且这些作品全都是他们的自作曲 不愧是如今韩流唯一的自作曲女团 就是单纯的靠作品吃饭 田小娟从出道开始 为组合写了九首主打歌 毫不夸张的说全是精品 每一首歌都能拿到打歌一位 就是最好的证明 平均下来这些主打歌均能拿到五个一位 这就是Gato的魅力 其实Gato的作品从来不去主捧谁 大家的定位非常明确 所以对内人气的分配还是比较可观的 La Tata作为出道曲还是比较有故事性的 其实Gato在出道前遇到了不少问题 出道曲迟迟无法确定 组合的出道时间一拖再拖 于是海味出道的田小娟便选择自己写歌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写出了La Tata这首歌 由于歌曲质量很高 而且旋律足够洗脑 于是获得了对内成员一编导的支持 显然CUB娱乐也是被田小娟的自作曲给折服了 能启用未出道练习生的作品 大家可想而知田小娟的作品有多惊艳 也正是因为La Tata的大获成功 让田小娟开始编的自信 信心对于音乐制作人来说非常重要 甚至说是决定性的东西 所以田小娟非常看重成员 因为成员是支持她第一个作品的贵人 此后的HNN和SanRita已经垫底了Ghetto走概念团的论调 田小娟的作品总是想要做出改变 各种风格都想尝试 所以在Ghetto的作品上 我们可以看到多种风格 这也是小编喜欢他们的原因 按理说出道去搭伙 直接走同样的风格才更稳健 但田小娟就是要创新和不走寻常路 从UHOH开始 Ghetto便进入成熟期 他们的作品开始极具个人特色 这对一个组合来非常重要 他们有了自己的台风 这是一个制编的过程 所以他们在驾驭这个复古风的时候 有人有余 而是也因此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意志认可 此后他们便重新整合市场 确定自己在寒流乐坛的位置 在小编看来Oh My God 使Ghetto作为资作曲女团 被真正认可的转折点 该曲获得了海内外网友的一致认可 曲风和创作极具个人魅力和风格 田小娟通过该曲 证明了自己作为作曲家的能力 也正是在该曲之后 田小娟开始出现在 寒流各大艺人音乐制作人的榜单中 这里便是正式征服寒流的时刻 于是DumbD DumbD便发布了 该曲在寒流的传唱度极高 知道现在都是寒流网友 夏日必听神曲 在此之前很难相信Ghetto会走这个风格 因为此前他们的作品都不是这一风格 但是田小娟就是赶走 所以他们被称为寒流最强的概念团 此时Ghetto便已经进入创作巅峰期 霍花直接空降三榜第一 直到现在这都是五代女团最好的空降成绩 田小娟的创作也彻底征服了寒流市场 该曲破天荒地拿到了十个大哥一位 可惜就在Ghetto走向巅峰的最后一步 出现了成员退团的尴尬情况 本以为Ghetto就此一蹶不振 没想到这反而成了他们崛起的契机 在大家都觉得Ghetto不行的时候 一手Tumball震惊寒流乐坛 逆团玩摇滚足够疯狂 而且该曲的反凤意图极其明显 说实话 就连寒流网友都不认为该曲能在寒流乐坛过审 所以一开始极少有寒流网友去做该曲的反应类视频 不料该曲直接横扫寒流各大姻缘榜 甚至直接拿到了167次的PAK 其实在Tumball这首歌中 体现了田小娟极致的创作能力 即便是开头和结尾都让人无可挑剔 此时的田小娟已经成为了寒流乐坛的bug 她是真的强 更恐怖的是 队内的其他成员也陆续参与作品的创作了 甚至队内的成员solo出道都是自作曲 其中宋雨琪的两首solo曲就是如此 田小娟就更是如此 到了NXD已经是田小娟在玩音乐了 她的概念获得了海外粉丝的认可 她的歌词和作品完美结合 此时Ghetto的MV已经算是艺术品了 Ghetto的作品中开始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些大家应该都看在了眼里 而且田小娟的在CUB娱乐的花语权越来越大 甚至可以左右预算 当然这是人家用出色的成绩换来的 至此已经没有人会否认田小娟的创作能力 而且NXD发布的时候 专辑中的所有作品均由队内成员所创作 就是如此离谱 宋玉琪和梅妮都已经成为非常出色的音乐制作人 他们不经活作词也会尽心作曲 能独立完成一首歌的创作 这对Ghetto来说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小公司出道的他们会有如此好的资源 Ghetto自作曲女团的身份成为他们永远的谈资 寒流对资作曲组合非常尊重 这一点其实通过各大综艺节目介绍Ghetto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这种有才华的女团太少了 甚至Ghetto是如今寒流乐坛唯一的资作曲女团 就是如此离谱 而且Ghetto是通过和前辈同台竞争走出来的 这个四代团不收 五代团不认的女团 用出色的作品在寒流乐坛站稳了脚跟 这个四代团不认的女团不认的女团不认为